从无人问津到被三个男人争抢 这位女嘉宾简直就是爽文女主 照进现实 阳光活泼的单身妈妈罗拉 从出场就最带搞笑女的气质 不会玩我是知道的 并且失留的她 还一人承担了七分阻的重任 谁可以一个人把这个藏上去 就可以金黄吃的最多 随后在揭晓之夜时 她也化身为膨胀王 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工作过程中 她是一个很酷的人 可是她的本人 有一点点反差萌 简直是满满的正能量 然而作为一个练宗节目 找对象才是重中之重 于是不有霸总丰分的牙医男 就率先进入了罗拉的视线 我们接下来考一下 女生男生的名字 牙医这么能控场吗 牙医 独立科 没学牙医也好 没有啊 我刚刚跟你上玩笑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牙医很帅 而大放勇敢的她 也立刻抓住机会只求出击 这竟然还有个秋天 我还没来过 我们下午来了 却我看了一眼 罗拉 你们刚才没有玩这个吗 没有 我超想玩这个的 甚至还逐动上门 对牙医男人发起约会要紧 你会有人约吗 有了是吗 倒是 没问题 于是性格最淘气的她 竟落得得无缘问津的下场 我当时是意想不到的 我想至少也会有一个人来吧 大家喜欢你 但是大家不会爱你 整得狠狠心疼美女季节了 到了第二天的约会日 大家都显得十分甜蜜 却忽略了落单的罗拉也会失落 大家都过了很幸福的一天 就有一点点不知所措 但也替大家开心了 甚至网着的元气满满的她 逐渐变得自我怀疑起来 我是抱着谈恋爱的心态来的 但我跟大家接触完之后 我变成了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开玩笑 或者是调侃的对象 于是失落的她只能躲起来找朋友宿库 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面对我这样的个性 大部分男的最后都会把我当兄弟来看 可短暂的一谋之后 第二天一早她又恢复了坚强勇敢的模样 而这种魅力也开始引起了男嘉宾能速度注意 不有缘分的两人也在第一次随机约会中匹配到了一起 就不一样啊就是长发披肩的感觉 今天真的就是surprise 我觉得她今天打扮很适合她 然后的话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元气甜妹化身气质美丽 就问这繁转美丽谁能不迷惑呢 果不其然 等两人约完会回到家后 雅依娜也开始关注起了女人味十足的她 宇悦也是第一次见到她很女生的一面 她双重打击 一面受到就是震撼 然后一面看到她对别人回来 甚至这两个男人还命令暗里地竞争起来 你手拿开 你手拿开都那么甜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不用 来来来来 再也帮我 谢谢 笑容凝固 救命这简直是爽文女主逆袭的桥段啊 然而接下来剧情的发展更是让了目瞪口呆 同样是这球选手的新嘉宾小心肉 一登场就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朵拉的好感 你今天有没有期待谁来这次 你 你的这个约会啊 期待你来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哦 实质立马就使用了约会权力 直接简单粗暴地向她表白 我是一镜小屋 就是一直在关注你 好家伙 这桃花要么不来 要么一来就是三朵 这谁顶得助呀 然而人间清醒的罗拉并没有迷失其中 相反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会觉得哇 雨晨原来这么帅 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两个男人在纠缠我了 我不能再让另外一个男人加入这场战争 所以我一定要对他保持距离 于是他将杨艺男和语书分离约出来 坦白为自己单身妈妈的身份 我是已经很早就生过被逼的人了 这个事情不影响我的选择 只是它一定会影响 假如我们在一起之后的生活状态 而两人不同的态度 也让他依然决然走出了最后的选择 最终雨能书牵手成功的他 真正的被冲上了公主 看来大牛主剧本也不是谁都能拿的呀 只有罗拉这种拿得起方的下得人间清醒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吧